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这个主题就很适合你哦 好 我们一样可以自行暂停影片 用你们最喜欢的方式去静心 去冥想 主要的重点是把自己的心静下来 然后把脑袋进空 你才能比较连接到你的直觉 慢慢张开眼睛后 面前哪一副牌组最吸引你 或哪一颗水晶最吸引你 那那就有你的讯息哦 选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解牌咯 好 选择一号牌组的朋友 你们选的是这一颗 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的水晶 但是它里面有绿色以及indigo 就是电子色掺杂在里面的一颗水晶柱 如果有知道名字的朋友 也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好吗 非常谢谢你们 首先我们会先从选择一号牌组的朋友 有跟你们心理想的这个人之间的能量场来做分析 然后我们会根据你的个性 以及他的个性来做分析 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有应对到的话 就可以继续听下去 然后如果没有应对到的话 就欢迎先跳出来 重新选择一副牌好吗 如果听起来都没有对应到 那表示今天没有要给你的讯息 因为每一次我们牌组只有三个选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没有给你的讯息 是算正常的状况 那我之后会再继续出同样的主题 那到时候可能就会有你的讯息咯 好我们看一下你们之间的能量场 是哪两张牌 第一张是The River 34号以及Sauce 圆起 圆头 你们的这一张 首先就是要来看一下 你跟你想的这人现在目前之间的能量场 这张Sauce 起源来源 上面你会看到 星星月亮以及太阳 而这张牌是34号 叫做The River 河流 三十四 有一些朋友你们目前是34岁上下 或者是生命 零数 三 一 五 跟七 的朋友会选到这一组 或者是 你跟你想的这人之间差七岁 然后这一张The River河流牌 上面有一只马的道理 这样看可能比较清楚 好 一个题外话很妙的是 我想到这个符号 有点像法拉利的符号 当然如果 就让我联想到法拉利的标志 所以我感觉 Either一号牌组的朋友 或者是你们想的这个人 他有一种 很难抓住的一种 气质 他跑得很快 你或他 我现在是讲你或者是他 很喜欢速度 很喜欢自由 奔跑得很快 想要去哪 就会马上跑到那边 所以有一种说走就走的 的感觉 的个性 那有一些人可能 你想的这个人很喜欢法拉利的跑车 或你很喜欢法拉利的跑车 我不知道 或甚至有人拥有法拉利的跑车 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有对应到欢迎留言 述动的分享 所以呢 你想的这个人 或者是你有射手座的特质 是我从这张牌感觉到的能量场 这种自由自在 Either是他们有射手座 在他的心盘里 或者是呈现这种 非常热爱自由 喜欢顺着流走的这种个性 所以 你们这一段关系 你们其中一个人是这种热爱自由 到处奔跑 很难被拴住 有一种放荡不羁的自由的个性 而导致另外一个人 愿意去配合 必须去配合 因为这是一个道理 所以有一种 你们互相反射 河流有一种互相反射的特质 所以你们可能有一点经验效应 你可能常常在对方跑不见 或者是你跑不见 你只能看着他合理的倒影 去目送他 然后等待他 接下来什么时候要回来 的一种感觉 然后因为你喜欢他 或是他喜欢你 而愿意这种 接受他这种热爱自由 或接受你这种热爱自由的个性 而慢慢等待 放他自由 再让他自己想回来的时候回来 然后你们之间目前的能量场就是一种 好我可能回来讲这张原起牌 你们选择一号牌族的朋友 应该大部分是你们可能会有一种 一开始会很担心这段关系 因为他的个性如此的 没有办法控制 也不喜欢被控制 而让你会有没有安全感 或者是对方是对你这样的想法 我们自行对你 然后这边有一个感觉是 感觉对方是一个阳性能量场 像一个太阳一样的照耀 就是他的这种魅力 自由奔放的个性 产生的魅力 让你觉得他像阳光一样 或者是有的人你们想的这个人 笑起来像阳光一样 所以只要你在他的身边 就会有一种哇 就是很清新很温暖 你是一个月亮 愿意 我不是说你不会发光 但是在他们的身边你会觉得 就算你本身自己会发光 但是在他们的身边你感觉 就会变成一个月亮 或自愿成为一个月亮 只是去 反射这个太阳的光在你身上 有一种这种情怀 这种 我个人是觉得蛮浪漫的啦 就是为了爱 然后愿意去衬托他 或者是愿意被他的光照射 被他的温暖照射 而愿意去接受他是一个 定不下来的个性 当然我们现在今天的赌牌 是属于这种 当认识的关系 所以我会这样讲 然后他身边就是也会有很多的星星 在被他反射 在围绕着他 可能是卫星 所以你想的这人可能是一个还蛮 从目前能量场看感觉他是一个蛮受欢迎有魅力的人 那他受欢迎有魅力也就是他这种自由的个性 让他会让很多人会受他的吸引 所以他身边很多星星 而你目前是他眼中的那个月亮 那我目前有感觉到可能有 有的朋友 你跟你想的这个人之间 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人或者是 可能会有一些竞争对手 挡在你们之间 但是我想要讲的是不要害怕 因为你是他的月亮 就是他还是看到你 你在这张牌里是这个月亮 所以就算有星星挡在中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太阳他的注目还是在月亮上面 好吗 这是我感觉的 然后你们会有一种connection 有一种连结 就算是暧昧 你也会觉得有一种 他对你的特别之处 而让你愿意去 先放下你这种抓不住他的恐惧 或者是觉得关系可能没有办法进展的恐惧 而愿意去 推翻以前自己的习惯 而去跟着这个人的个性走 跟着他去 顺着follow the flow 就是不要想太多 你现在为了这个人学着不要想太多 然后就是看你们这段关系带你们到哪里 能相处在一起就相处在一起 然后不能相处就没关系 你就做你的事情 你就让他去自由自在跑一轮回来 然后有时间在一起相处 就是你有这种放下诚服 为了这段关系愿意放下诚服 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子去 想要控制这个人或控制关系怎么发展 你们有人可能认识34天 也有可能30几天左右 反正这个人让你愿意去回想起源头 而这个源头对每一个朋友 你们的意义不一样 有的朋友会因为这个人的个性 因为喜欢他而启发去开始回想起说 以前你之前的关系的起源 你都是被什么样的人吸引 然后关系的走向 是不是有一个pattern 就是为什么关系会成功 为什么有些关系会失败 它会让你去思考 让你去反省自己 因为你想要跟这个人继续相处 而你愿意去整理自己 让自己成长变得更好 然后跟这个人配合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能量强 就你们的关系是属于一个 还是在还没有定下来 但是就是相处的应该算不错 然后会有一点不安全感 但是你还是 因为他给你一些特殊的关注 让你愿意去先把这个不安全感放下 这样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用一张塔罗跟一张神谕卡 动物神谕卡来看你们两个的个性 所以这个环节 结束如果有对应到就可以继续听下去 如果没有对应到 我们就跳出去再选一副牌子好了吗 好 基本上这边是对应你 选择一号牌子的朋友 这边是对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 然后我要说又是很神奇 就是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的个性 的牌是14号 Temperance Keep the Joe Temperance节制牌 就是射手能量 Oh my god 好 我先从你们选择一号牌子朋友的个性来讲 你们抽到的这张是Mouse 小老鼠 是土的能量 所以金油处女 摩羯的朋友 你们可能会抽到这一组 就是说土相星座可能会在你的心盘里 可能除了太阳上升 可能还有金星会在这个土相星座 然后很妙的是 塔罗牌式圣杯酒 圣杯酒这边代表的是说 你们是一个 其实你们是一个算是蛮懂得心灵上照顾自己的人 就是说你们的情感是懂是满满足的 在不满足的时候 你知道要用什么样的事情 做什么样的事 来让自己回到那个情感满足的状态 你们是懂得爱自己的人 你们是有健康的心灵 以及健康的身体 很懂得照顾自己的人 你也不会亏待自己 因为这个圣杯酒这边讲的是 Fantasy Suites 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出去旅行 你们绝对是不会亏待自己 你们会订非常好的旅馆 在你们的budget预算 可以付出的情况下 预算足够的情况下 你们会订那个很棒的很sensy的 或者是有设计感的那种旅馆 会让自己住得舒适 你们比较不是那种 可能做个 开一个event 就是 那叫什么 开一个车 你们比较不是那种公路旅行的 你们也可以但是 可能那个车就要很舒适 那就算是露营 那个帐篷也要很舒适很大之类 就是这种感觉 你们还蛮重视这种生活上的舒适感 所以也让我感觉 这就是也很土象 就是这种处女啊 金牛啊 摩羯我就不确定 但是就是你们不会亏待自己 你们重视物质的享受 然后物质的享受 会让你们情绪 跟情感获得满足 那你们一般来说也是一个 大部分的朋友 可能也是算单身贵族吧 然后你们因为 你们同时情感丰富 因为你们很懂得 照顾自己的情绪跟情感 所以对于付出情感这件事情上 你们会非常的小心 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以前 有受伤过 现在学习到 不要付出的太快 或一下子太多 所以你们现在非常的慎选 进入你们世界的人 你们现在非常的慎选 让你们愿意付出情感的人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你的心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因为你要先观察 你要愿意 他们会让你觉得可以相信 你们才会开始付出情感 而这个很小心翼翼的能量 就回到这张老鼠 老鼠因为是一个很小的小动物 他们很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他们需要动作很快 需要很小心 凡事都很小心 但是凡事都很小心 就会造成一个太过小心意义 太过小心意义 然后太爱挑剔 可能你除了挑剔自己之外 你还会挑剔别人 因为你只是希望说 这个project完成或事情交出去给客户 没有人会受到伤害 没有人会被批评 这个客户可以直接 赞同你们的成品之类的 就是你们 其实除了为自己着想 为自己的安危 为自己的名誉着想 你们也是为了一个大 为了大局着想 但是为了大局着想 你做出的行动 就会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 但是你们很可爱 我说你们选择一号牌子的人 可能是长得很可爱的内心 就算你是男生 可能也是属于可爱心 或甚至男生也是娇小 女生感觉是有点娇小的感觉 然后你们是在等待 你们有一种等爱的感觉 我觉得等待宇宙终于降临 看这七彩的珠宝 很像糖果 很像流星降临在你的身上 你们其实是可以 接收礼物的人 但是你们可能一直觉得 自己的环境或者是命 有种命苦 但是你们又很坚强 用自己的方式 在这个城市 危险的城市生存 那你们 在每天面对这种 危险的同时 你们也很 很open mind 就是很希望 哪一天宇宙降临的这些好运给你 然后让你 我不知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 想要被魔法 宇宙的魔法 赐予 祝福 而变成 Cinderella 或者是 像那个 仙女奇缘里面 灰姑娘里面 他们把老鼠变成了马 一个尊贵的马 就是这种 你们期待 终于可以不再变成 而不再是一个 被捕食的小动物 或者是 人家一直叫你可爱 你不想要再叫我可爱 你想要成为Cinderella 公主 你想要成为王子 你想要成为一个巡马 这种感觉 你想要宇宙 终于降临很 很丰盛的 的物质给你 让你不用再那么辛苦 这是我今天看到的能量场 因为你们活得有点 辛苦 说实在 有点累 可是我可以理解这个辛苦 你们就是可能要花 比较多的力气 去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站立席之地 因为你们是小小 你们不是那种狮子 所以你们需要更多的挣扎 更多的努力 才会让别人 才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让别人看见你之类的 有的人可能讲话很快 然后有的时候很小声 有点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有的 然后 部分的人就是容易焦虑 容易紧张 那某些部分的朋友 可能真的数数 也是有可能的 那有对应到都欢迎在留言 去跟我分享 你们就是有一种想要被照顾的感觉 虽然你们很懂得照顾自己 OK好 现在 我刚刚有讲你们是被捕的 你们是 被 你们是猎物 因为你们的对象是恶语 是一个猎人 他们是掠食者 让我感受到你们的dynamics 我要说 你们是有一种完全 对他没有办法的一个感觉 好 首先我先讲 这张crokodile 鳄鱼牌是水的能量 所以你们想的这个人 他除了有射手坐在他星盘 也有水象星座在他星盘 天蝎巨蟹跟双鱼 所以他有可能是什么太阳 或上升射手啊 月亮射手 或者是上升跟金星在水上之类的这种感觉 或者是相反 太阳在水上 但是金星在射手 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combination 那我这边要讲 这张鳄鱼呢 我先讲他的个性 他看似自由自在放荡不羁 什么都好好好 好像一个好好先生 因为我们知道射手坐的人 其实是一个把社会黑暗面看在眼里 但是他消化展现出来的都是阳光 很好相处的那一面 大家说什么他都好好好 但是其实他内心怎么讲 其实并不知道 那他受到伤害的时候 他也不会告诉你 他是自己就是承受吞下来 然后自己去处理 所以射手坐的人 比较有很大的机会会有忧郁症 如果他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 或发现管道 射手坐的自由自在是他选择的 他想要过的自由自在 但是他们其实是一个很有深度的 他表现的简单是一种 只是一个表现方式 但是他的内心其实是很 很有聪明才智 很懂得观察 然后你们想的这个人也是一个 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arrogant 就是有一点点的骄傲 因为他们会觉得 因为他们看事情的角度跟别人不太一样 他们会比较用高的角度去看 所以就算他微笑对着你 但是他可能内心会觉得 你看的事情太小 不够宏大 那我要说你们选择药牌的朋友有的时候 因为你们是小老鼠嘛 你们是在比较地面上行走跟生活 所以你看到的角度都只有地面上 就有的人可能会说你们的视野不够广大 你们都会只注重小细节 但是这不能怪你 因为当你是一个小动物 你看到的东西 就是我们比较高大 高大的人看到的小细节 你看你看到的角度跟鳄鱼看到的角度 是一样的吗 绝对不一样 所以 这不能怪你 那你们的这个人 他是射手座 所以他已经是很有哲学性的思维 又加上他是恶意 整个体型就比你大 所以这个人可能真的比你高大 体型上 那如果说是 体型上没有比你高大 那他就是思想跟视野角度比你广 因为他看到的东西比较高 比较远 然后这边这只鳄鱼的眼睛 如此的犀利有没有 他这边都没有颜色 只有眼睛有颜色 所以你们这个人可能他很喜欢 用眼睛盯着你看 你会有种被他看穿灵魂的感觉 那有的时候可能 如果跟他没有情感关系的话 他看人会让人觉得有点恐怖 不知道他到底在观察什么 但是如果你们是有暧昧关系 他可能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点 会让看到你很害羞 或者是让你有点害怕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同时又觉得他很有魅力 那鳄鱼呢 这个人很喜欢旅行 所以这个人他很会说教 他的说教可能不会让你觉得在说教 但是他就是有很多的观点 很多的思想让你觉得很崇拜 就是可能可以跟他学到很多东西 那他也很喜欢旅行 他很喜欢去 到处世界各地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去走走看看 吸收不同的文化 那同时这个人也很喜欢海边或游泳池 很喜欢水上活动 因为他连续抽到两个 keep it chill 这边是有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所以他喜欢这种放松度假的感觉 然后常常跑来跑去 然后这边是鳄鱼又是水 所以他这个人应该真的蛮喜欢水上活动 水会让他感觉到舒适平静 跟疗愈 那鳄鱼他就是一个 躲在河里 不动声色 观察他的 猎物 观察 他身边一切的一个动物 所以这个人 你可能觉得他对你好像都没有行动 因为他在观察 他观察你 他正在观察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观察他要做什么样的举动 然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你们有 然后他 这只鳄鱼是对的这只小老鼠 这只小老鼠目前可能有一点点 一号牌子的人可能有一点害怕这个人 因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然后你们可能会觉得他对你有兴趣 所以你们可能准备有一种 要离开这段连结 或是算了的感觉 这是第一个讯息 第二个讯息 某一部分一号牌子的朋友 可能是真的害怕这个人 觉得他的眼睛 眼神很有侵略性 他跟你讲话的态度 你会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但是你会有一种害怕 所以你很想要躲避他的感觉 这是第二个讯息 因为这个鳄鱼 他的眼睛真的是在直视的这只小老鼠 就是看准猎物要 准备要攻击 因为他目前没有动态 因为他还在观察 所以他躲在水面下 只露出眼睛 在思考要不要对你做出行动 跟攻击 那你们可能有感应到他这种 不可预测跟危险 危险 但是这个危险是有 有一点点sexy的那种危险 我觉得 就是你们害怕 有点 就是 那叫什么 很怕受伤害 但是又有点期待 想要知道他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好然后 那这个人的 我不知道耶 他应该会有一个很强壮的下巴 就是他主角的力道很强 这是一个 side note 不重要啦 只是 他可能喜欢脚口香肠之类的 I don't know 或他有一个很强壮 就是或是有的人他真的是 下颚 从外表的形状就看得出来 他的下颚很强壮 你 好啦再讲白一点 就是他想要吃掉你 你知道他想要吃掉你 可是好像还没有行动 呀 你不知道他的吃掉你是 只是吃掉你还是 想要玩这个猎物 还是 想要跟你建立一个 朋友 友情 但是又可以 playful 就是很 爱你 你知道那种男女 或是男男女女都可以 就是那种 暧昧的情愫 然后 喜欢你 但是又喜欢耍弄你 因为这是一种情绪 你知道有一种这种能量场 他对你 对你的这个 给你的这个感觉 好如果 反正这个人蛮聪明的 嗯 只要看他的表面 他是一个满身之手 静静观察在行动的人 那你就是那个很紧张 然后有话就说 嗯 还蛮有趣的 的搭配 所以听到这边如果有对应 就继续听下去 接下来我们要看 这个人他在想什么 我想补充一下 这张牌我觉得 就是代表 女性想的这个人嘛 然后他是有 红色绿色跟黄色 以及外面是 蓝紫色 可能你或者是他是 indegal child 就是战狼小孩 然后 这个人他是非常需要 他的 他的底轮 升职轮 呃 他是在用升职轮 run他这个人 就是说在 charging 就他很需要 他的底轮很发达 升职轮很发达 所以他需要到处跑 到处走动 到处行动 做事 才会让他感觉有生命力 然后连接 因为他在做事 在行动 在冒险的时候 会连接到他的 心轮 眼睛虫的 黄色 会让他非常有活力 跟满足 跟alive 然后进而去 去 连接到他的 第三眼 跟顶轮 去 傾听直觉 他是 要有行动 才会有 直觉力 呃 或者是你们的 关系 目前就是一个 一直需要 不停的一起 做一些活动 才能让这个关系 流动 像河流一样 不停的流动 继续往前发展的一个 一个能量 ok 好 这边是帮你们抽到的塔罗 跟一张神域塔 代表 你们想的这个人 目前为什么他还没有 对这段关系 做出行动 第一张是权杖石的逆位 第二张是宝剑寺的正位 然后这个是 塔尔塔牌的逆位 第二张是 钱币石的正位 钱币石的正位 然后底牌是 the emperor 皇帝牌的逆位 这张塔罗叫做 the blue flame 蓝色火焰 spontaneous awakening activation integration time 随性的 觉醒 呃 启动 处理 启动 面对处理的时间 我先从塔罗开始找 我先从塔罗开始找 我觉得这个人他目前 压力有一点大 然后他手上的事情有一点多 从塔罗牌来看的话 他有一种想要放下重担 或者是说他的身上肩膀的 要做的事情已经太多 他没有办法再去 有时间跟精力去处理其他的事情 所以他 通常全壤神的一位是说 他可能忙于工作 或让自己 故意让自己 工作忙碌而不用去面对一些 其他要面对的事 比如说人际关系或情感 那也有可能他真的是 事业上很忙 很多事情要处理 所以他现在没有时间跟精力 去想感情的事情 这边的这一张 纯葬石是一个人 拿着话筒在哭泣 很多人应该已经 很多年轻人应该不知道这种 呃 叫什么 室内 室内 电话吗 欸好 anyways 不是重点 然后很多的蜡烛在烧 而每一个蜡烛 上面都有眼泪 快要浇熄这个蜡烛 但是现在是另一位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 不想要去 面对 另一半 对他 倾诉委屈 或抱怨他不常在身边 不常联络他 就是他没有这个 心力去承受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 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陪伴 他喜欢的人 或者发展一段感情 所以他干脆就忙于工作 不联系或怎么样 因为他不想要 听到这个对方 跟他抱怨 你怎么都不联络我 为什么都不陪我 为什么 你现在在想什么 你想要什么 他有一种这种 状态 所以他有点躲起来 因为他现在的压力 已经很大 他自己的 要做的事情 给他的压力 已经很大 所以他第二章是 保健寺 正位也就是他在休息 他如果不忙的时候 他就需要躲起来休息 他需要自己的空间 他需要睡着 他需要时间补免 因为他在不睡觉的时候 都在忙 他该忙的事 这些事情可能是工作 是事业 或者是他想要去旅行 各种就是对他自己好的事 可以让他放松 或者是让自己的财务稳定 让他事业成功的事 这边的卡牌的逆位 他现在有一种抗拒改变的一个状态 他可能遇到你会觉得说 他可能有一个 因为这边是前壁石正位 所以一个是说 他其实有在希望 有一个 一个是说 他这个人 目前正在创造他自己美好的未来 一个安稳的未来 是因为是前壁石 不是圣杯石喔 前壁石 代表他非常需要财务经济稳定 卓越 让他感觉到 十颗钱币的满足 让他觉得很 对啦 就是财务自由 OK 让他有一个安稳的 可以买房 可以享受人生 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是他看到你 他知道你想要的是一个家庭 你是一个需要稳定关系的人 而他可能有看到 这个潜质 可以跟你建立一个 稳定家园跟关系 关系 就是有一种传统 就是他可能知道 你想要这种 传统成家立业的感觉 那他也有在思考 要不要跟你 继续 相处 然后让这个 前壁石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如果发生了 如果他跟你交往 就代表他要改变 他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自由自在到处跑 想干嘛就干嘛 因为他多了一个人 要照顾跟关心 而他可能正在观察你 他能不能有 有没有这个能耐可以照顾到你 以他的个性 就是不知道你们两个合不合 所以 然后这张塔白 另外除了他抗拒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要不要跟你交往 这个改变 因为跟你交往之后 他就要改变 他已经 组起了这个扑克牌的金字塔之后 又会像以前一样 因为金字塔 扑克牌金字塔很脆弱 一下就倒 然后火焰代表的是 可能是争执 合不来的争端 那他又是如果是火象性格很重 他可能知道自己没有办法 他可能有脾气会上来 之类的 就会把这个关系毁灭 像以前一样 烧成灰烬 他这个灰烬 外面有一个 化框 等于是他的memory 他把它表起来 他把它表起来 随时记住 他以前是怎么毁掉他之前的关系 所以他不想要 毁掉你们之间的 如果你们交往 他不想要再像以前一样 毁掉这个关系 所以他很抗拒 所以他不主动不联系 因为他很害怕 有一点沉重 然后底牌是 皇帝牌的逆位 等于他现在 顾虑很多 然后他又需要时间 足足跟休息 皇帝牌逆位 也代表的是 四人娘娘又出现了 所以代表的是说 他现在的不稳定性很强 他自己也知道 然后他没有办法 去承担 去变成这个皇帝 去变成你的皇帝 去照顾你 去给你安稳的生活 去给你quality time 他现在目前自己觉得 他没有这个能耐 去跟你日日相处 给你稳定的感觉 但是他同时也是 对你还是很温柔 他对你的态度 还是一个 比较开放的心胸 他也没有说 讲死 要怎样 他不会很 因为皇帝牌通常 正位是很固执的 好那我讲一下 这边火星的能量 有天蝎 牡羊 皇帝牌是牡羊 然后这边火象能量 然后还有一点风象的能量 双子 水平天庭 然后这边土象能量又出现 所以这个人火象能量 应该很强 然后你的土象能量 可能比较强 那这一张 是Blue Flame 蓝色火焰 这个人他有可能 正在经历觉醒 昆达林的觉醒 而他这个觉醒 是 spontaneously 就是 应该怎么说 就有时候他还在一个 旧有的一个状态 他习惯了自己的状态 但是突然可能下一秒 或下一个 早上是好好的 到下午就突然开始有一些 觉醒的体验 比如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或是突然发现 世界上 这件事怎么 跟以前的看法不一样 或者是 突然有一种不认识自己 或者是 有一种觉醒 每个人觉醒 遇到的状况都 跟例子都不一样 所以因为这些 突如其来的觉醒 常常 在他没有注意的时候 袭击他 袭击喔 所以他会有一种 真的很需要时间读取 才能去消化这些觉醒的过程 去思考他到底碰到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 他到底是谁 他想要什么 所以他现在是处在一个很迷茫的状态 然后还有就是 当然啦 因为你们才刚开始嘛 所以有部分的朋友 你们想到这个人 他还是有继续跟别人在 交往 就是 他的门是打开 他也有给 就是他其他的信心 朋友跟他们聊啊 你会见面啊 因为他也还没有想要定下来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或者是他知道你 也还没有定下来 你也在看别人 那另外呢 好少数少数 这张牌有一点点双生火焰的意思 我不是说 你们绝对是双生火焰 但是可能少部分 很少部分属于1号牌的朋友 你们正在经历双生火焰的里程 可能是一开始 所以现在这个人有一种逃 这个人是逃的 你是追的 Or 我是从这边的牌卡 看他的能量 觉得他应该是逃的那个人 或者 如果从这两张牌来看 也许你是那个逃的人 可能部分的朋友是相反过来 你们是逃者 他是追者 因为他在看着你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去行动 也是有可能 但大部分的人 你们可能是希望他行动 那你们很害怕他 但是 你们在等待他行动 他都不行动 那你们的这种追 是一种叫passive 比较被动能量式的追感 不是现实世界的追 你们可能没有去 一直联系他或约他 但是你们能量上一直在想着他 希望他来联系你 这也是能量场上的追 好吗 那他们就是能量场上的逃 因为他不回应 不主动联系 这就是能量场上的逃 然后他一直用工作或旅行 来充满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搞得很忙 这就是能量场上的逃 好 那这边是帮你们抽到 如果你们主动的话 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要问说 你们该不该主动 好 放开 放开 看得到吗 这样子 会不会比较好 好没关系 我等一下会拿起来给大家看 首先是The moon 月亮牌的逆位 是8 底牌是全杖1的逆位 代表是说你们其实 就是有在犹豫 但是其实你们知道 自己内心知道 你们并不想要主动 因为你们是很小型的人 所以你们大概可以去 先预想说主动可能会怎样 所以你们一直在 延迟自己主动 可能延迟去约他 想要约 然后又把电话放下 延迟去寄讯息给他 你们想要寄讯息 然后又把他delete 这种感觉 你们自己有一点知道 好像你们不应该主动 这个意思 因为你们会有恐惧 你们会害怕主动了 可能连基本的连结都没有了 那再来是 你们这张 月亮逆位 然后接下来是The four 鱼人的逆位 你们抽到两张大牌 然后这一张是全杖四正位 这一张就代表了双生火焰 然后这一张是前币五的正位 那这一张神域卡叫做Earth posing 地球脉搏 Pulse of the mother Slow down Time in nature 大地之母的脉搏 慢下来 花时间在大自然里 等一下这个我会解释 好 我觉得如果你们主动去约他 去联系他 你们会造成他更深的恐惧 因为你没有给他这个需要 独处跟慢慢观察的时间 我们可以说这个人 有一点点 目前有点自我 跟甚至是自私 因为他们很需要自私一点 因为他如果真的在经历 呃 灵性觉醒 我们需要去理解 这个灵性觉醒 你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 去了解有多么的辛苦 跟让人害怕 所以他非常需要 独处 让自己去消化这个过程 去面对这个过程 那你如果一直主动 他可能会反而让他退圈 愚人的逆位就代表的是说 嗯 现在可能不是一个很好主动的时机点 时机点还不到 然后再来就是你会让他 不敢迈出那一步去跟你进 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他可能会反而更 更躲起来 嗯 这边有巨蟹的能量 双鱼的能量 跟母羊的能量 又出现了 呃 但是这边中间是 船上四的阵位 所以让我觉得 你们可能 如果你主动的话 你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好像很欢乐 可以一起去做很多的活动 一起庆祝 有一种 诶好像关系稳定的感觉 但是这个稳定可能 没有办法很长久 因为最后是钱币五 就是一个 失落跟 损失 不能说损失 就是缺乏的一个牌 那这边代表的是 你们可能会在 一段 一小段时间 享受 快乐 他可能可以跟你享受快乐 可是没有办法跟你 经历痛苦 所以他可能会跟你一起做很多 很欢乐的活动 去party 去 就是 跟你开心的 活动 但是 在你很需要他 需要跟大家聊天 需要讲心事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办法在你这边 而到最后 这段连结 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孤单 好像有 有他跟没他是一样 然后会让你 反而更孤单 比一个人还孤单 你觉得 他没有 真正的关心到你 好像不在乎你 但是我们刚刚有讲 因为他自己也有怀疑 自己到底 有没有那个能耐 去照顾到你 所以他才会不行动 所以是这边 塔罗就是有讲 现在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先主动的能量场 会是这样 那这张牌 其实就跟这张牌 一样讲的一样的意思 其实 地球的脉搏 这张卡是在叫你 你看这个女孩子 她把自己 进行在大自然里面 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然后在这个美丽的花卉的 池塘里面 休息 放松 休息 去体验 大地之母的脉搏跟律动 也就是 follow the flow 水又出现了 瀑布 池塘 琥珀 你应该要像这个人一样 给自己时间 休息 映照自己的内心 发现自己是谁 你们要利用这段时间 在他还在观察的这段时间 去连接大自然跟宇宙 让自己grounded 让自己放松 脚踏实地一点 不用一天到晚想着它 当你连接大自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件事情没有很重要 这段关系 你其实没有很需要 或者是不用放太多的赞助力 在这个关系的身上 你会很自然被大自然影响 然后体会到这种 follow the flow的能量 跟舒适感 所以你们目前关系的能量 是follow the flow 我刚刚有讲 那你做的没错 你不用太去 要求这个人 控制这个人 他爱干嘛就干嘛 没关系 但是同时你也去 打开你的门 给其他人的机会 你不要一直等他 就是说 他自己会学习到 不管 他自己会去认清楚 对这段关系 他重视的多少 那你也要 让他有机会去观察你 那在这同时 不要痴痴的等他 就是你要去跟别人 别的对象相处 因为他其实有在跟别人 对象相处 然后你 就是 放松 在这一个 你们关系的 速度上 跟脉动上 频率上 好吗 当你去 拉开了一个距离 给他时间 空间 他反而会比较 这个能量的 的不同 他反而会关注在你身上 如果你把能量抽走 他就会 重新被你吸引回来 那我们先最后来 抽一下 看宇宙有什么建议 好最后呢 我们抽了宇宙给你 你对这段关系的建议 然后以及这个人 对你有什么话 想要说 他没有 面对面对你说 好 首先这一张是 Witches hat 巫师的帽子 女巫的帽子 Express yourself 表达你自己 展现你自己 Share your gifts with the world 跟世界分享你的才华才能 这张牌 我觉得是讲说 你们是一个很有 力量 很有能力的人 你们很有才华 不管是表演上 艺术 创意上的才华 还是这种 执行能力上的才华 沟通上的才华 理财的才华 等等等 你们都应该 把现在能力 时间精力 专注在发展自己的这个 才华 让世界看见 你们有一些 选择一号牌子的人 可能你们其实有一个 很重点的工作 计划要执行 但是这个人的出现 让你有点分心 那宇宙是说 呃 没关系 这个人就可以放一边 也不是说可以 不用马上断开啦 但是就是 还是把你的精力 重新抓回来 专注在你的这个 物事的帽子 用你的才华 你会的事情 你很有很厉害的事情 去造福这个社会 这个大众 好吗 有些人可能真的有 女巫的潜质 可能是萨满 可能有 直觉力很强之类的 好 第二张 Sung 太阳 Find a balance 寻找一个平衡点 所以这边就是 从字面上解释 你跟这个人的关系 你要找到平衡点 像我刚刚讲的 你不需要断绝 但你也不用太决动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保持 这个能量场上的平衡 追跟逃要怎么平衡 当你觉得他逃的时候 那你就要收回来 让他回来追 那你再释放一点点 精力在他身上 这种平衡感 他是太阳 你也可以是太阳 因为这边的太阳跟月亮 是融合在一起 你要怎么平衡 你们这种阴阳的能量 你不是只能 去被他的阳光反射 你也可以是一个太阳 月亮也是可以很亮眼 照亮大众跟大地的 所以太阳有他的 太阳的魅力 月亮有 呃 月亮有月亮的魅惑力 好吗 这是我在这边看到的 他发光 你也来发光 平衡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不是说他好像很很很 很帅很美很厉害 他就是只能 他就是天空只有他一个太阳 不是 你是月亮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 灵月 照耀的大地 这就是你的 你的 呃 你的舞台 夜晚就是你的舞台 那你要怎么去发光 太阳就很欣赏你 懂吗 太阳就会来追你 太阳来追你 升起追你 就赶快逃走 从西方降下去 好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 有四张他想要对你说的话 这边大家自行对应 因为四个 四个message 不一定是 呃 每一个朋友你们想的人 都想讲的 就大家自行去看一下 哪一些是 可能是他会想要跟你讲 第一张 我把自己买手在工作里面 试图要忘记你 把自己弄得很忙 来忘记你 忘记这一段关系跟连结 因为他不想要面对 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 可能带你不周 可能没有常常联系你 关心你 他自己有一点 所以他就干脆把自己弄得更忙 不要联系你就不会面对你的失望 对他的失望 好吗 I know that I crossed the line with you 我知道我跨过了这个界线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跨过了你的界线 我知道我和你跨过了这个界线 呃 这边我有几个讯息 你们 应该要只是朋友的关系 因为他自己知道 可能没有办法给你更多 或者是你们一开始有的朋友是已经讲好 就是没有办法给更多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那但是你们还是因为互相喜欢 而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可能就是一个是有亲密关系了 那一个是你们的相处模式 其实并不是朋友 你们两个互相都知道 不是只把对方当朋友 所以那也可以是说 他其实知道你的个性是什么 你的boundary在哪里 他知道你是比较传统 需要稳定关系的人 但是他自己不是稳定的一个人 而他却让你觉得他喜欢你 或者是让你喜欢上他 这样也可以是一种 他知道他跨了这个界限 他不应该 让你的关系有所发展 感情有所发展 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讲了一些什么 让你生气了 做一些事情 踩到你的底线了 第三章 I don't react when people mention you 当有一些人提到你的时候 他没有反应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某一些部分的朋友 你们这个人 可能有跟别人提到你们 你跟亲朋好友 提到你这个人 这样 所以他的亲朋好友 可能知道有你这个人的存在 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说 你们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自己联络 然后什么什么 那他可能就是用比较淡然的态度 去面对这些问题 第四个 I want to be more than friends 那这张就很明显啦 他 为什么跨过界限 因为他不想只当朋友 这是为什么暧昧这么的 无奈 为什么会暧昧 就是因为有感情 有吸引力的存在 但是却 两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 这是一点 这是一点 两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还是很希望跟对方相处 第二个是 两个人互相有吸引力的存在 但是还不清楚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该不该适不适合 因为恐惧害怕未来 会变得很火爆 或者是又会分手 或怎样 而没有办法进一步 这是第二点 但是 Anyways 他们对你的喜爱 让他们自己了解 他并不想跟你当朋友 但是呢 想当情人吗 嗯 他们也还没有决定 想当Friends with benefits吗 他们又怕 这样不够尊重你 OK 我觉得他们 你们想到这个人 现在在挣扎的地方 好 Anyways 我觉得他这个人 就让他慢慢觉醒吧 让他自己长一点苦头 哈哈 让他成长 因为他们的情感上面 好像还不是很成长 他们可能是一个 自己事业上很厉害 很会照顾自己 很会自我发展的人 但是在对于另一半 他们还没有这个习惯 或者是说 可能以前有受伤 而不愿意再继续付出自己 都有 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状况不一样 那我希望今天的独牌 我来对大家有帮助 可以为大家解惑 然后 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然后也欢迎 分享给你的 亲朋好友一起来独牌 如果大家有 情感关系的问题 都欢迎来 让我为你们解牌 呃 然后也欢迎 追踪我的 Instagram 好像已经 这支影片出来以后 应该会超过三千 YouTube三千订阅者 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我会在Instagram上 举办那个抽奖活动 呃 我之后会 公布 细项 怎么参加给大家 好吧 就是 参加人数要够多 我才能抽出一位朋友 赢得一个问题的免费各战 这样子 然后欢迎就是 希望要大家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然后留言 看你们接下来想听什么样的主题 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项目 然后我还要讲什么呢 好 你们的按赞订阅 都是对我最大最大最大的鼓励 让我可以持续发片的动力 我会尽量加速 加快我发片的速度 然后因为每次的主牌都是 会消耗一些能量 所以有时候 我可能会需要花个两三天 才能把牌子来 谢谢大家的耐心 然后也 呃 你们的 interaction 互动 都会帮助这支影片 推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好吗 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选择二号牌组的朋友 你们选的是这一颗绿云石 我把它放这 首先我们用两张神域卡 来看一下 你跟你想的这个人 目前你们之间的能量场如何 Enfant The crown Enfant是孩童 The crown是老者 老太婆的意思 但是这里的老太婆是 有一个神秘性魔法性 是女巫的一个含义 加上是13号 首先我不知道是你还是你们想的这个人 有一个双面性 这个双面性不是说双面人的意思 是一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电影 因为我现在看到一个影像是那个 Suicide Squad 第一集 Suicide Squad终于叫什么 自杀连人吗 我忘了 里面的那个女巫 她是考古学家后来被女巫附身 的那个角色 卡拉 戴芬妮吗 就是如果你们有看过这个电影 就知道她平常是一个考古学家 一个学者 正常的人类 但是呢 她只要呼唤女巫的名字 女巫就会现身 她就会成为那个女巫的样子 所以这是我所谓的双面性 是说 你们其中一个人 我目前感觉是来独牌的你们 选择二号牌的你们 是这个阴性能量强的人 有这种特质 双面的特质 就是说 一个说法是你们平常 好我先讲第一个 第一个是说 你们 在三立世界是用一个 比较老太隆中的 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 因为你们看过了很多 人世间 悲欢离合 人性 爱 你们看了很多很多 所以你们也 就是用一种 已经经历太多 已经有一点 不稀奇的这种态度 在面对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可以 惊动到你们 或惊吓或伤害你们 就是这种 你们身边的人 可能会觉得你很成熟 是一个说法 或者是你很有经验 很有资历 泰山崩与泉而色不改 或者是很深层 有的人 甚至就是 会觉得你们阴险 但是你们不是阴险 你们只是 不随便表达你的 情绪或意见 我当然会带到你们能量场 我先讲 就是你跟你想的 其中这一个人 是这样子 然后 第二面性就是 你其实有个很活跃的内在孩童 这个内在孩童 可能是一个孩童 或者是一个少女 我这边感觉到 我这边感觉到是一个少女 一种 好像十三十四岁 十六岁的少女 像公主一样 而这个少女 其实也是一个女巫的特质 因为我这边看到的 这个手 上面有非常多的图腾 刺青 所以你们其实基本上 或者是你想这个 是一个老灵魂 你们是在这个 可能 投生在地球很多次的 一个老灵魂 而你们很久之前是个女巫 所以你们拥有这个女巫的灵魂 不管你们现在是在 什么样的国家 做什么样的行业 你们都有一种直觉性 对灵魂 对灵感的灵敏性非常的强 有的人甚至有 所谓的 Clear Volume 就是 灵视力 就是你会看到影像 你会知道事情 然后你没有办法解释 你怎么知道的 而 你在外在面对事情 是用这种老太婆 或者是一个老者的角度 跟态度 但是你内在有一个少女 而这段关系 带出了你这个少女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群星 让你的手开出了 不是开出啦 就是让你的心 开出了一朵玫瑰 你的手 拿着这个玫瑰 照耀在 太阳或者是月光下 让你感到一种 美好青春 喜悦 这个玫瑰一直不停的滋长 的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是相反过来 你是一个 其实好像没有相反欸 我要相反是说 你们其中一个人 可能在对外处事上 是一个好像 人家感觉你 没有什么威胁性 好像很可爱 好像无忧无虑 或者是很好骗 其实你们内在是一个 资历很深的女巫 什么事都看在眼里 非常有智慧 然后 其实没有什么人可以欺骗得了你 而且你有很 就是半珠吃老婆的意思 这是我刚刚要讲的 这是我刚刚要讲的 不管你们是哪一种性格 这一段关系 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说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一段关系带出了你们 你们的另外一面 让你们的心中开出了花 充满了浪漫的 情感情绪 让你不需要再用这种 女巫老者的态度 去面对这个感情 或者是你选择不要用 这一种 看透世世的眼光去看待这一段感情 同时 你现在 你们两个其中一个 面对这一段关系 一个是 能享受就享受 因为你们互相 带出对方的内在孩童 有一种 两小无猜 好像回到学生时代恋爱的那种感觉 但是同时 你的 你的内在的女巫 还是在 静静的 一个 待命 你能再用直觉去观察这一段关系 这个connection 这个人 然后同时 你也是用很淡然的态度 去面对现在这一段关系 不管这段关系 进展如何 是最后会在一起 还是最后会分开 你都用一种 很淡然的态度去面对 因为你已经 看过太多了 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去 不管这段关系结果如何 你都可以接受 你就是让他去的意思 顺着走 然后13号是死神的能量 所以你们 有一种好像 一个是说你们其中一个人 可能是你 有这种死神的特质 因为你们是女巫 女巫通常是跟 生跟死都是非常有连结 跟这个大自然非常有连结 所以你们是可以拿出那种 死神的决断力 斩断一段关系 所以当这段关系 所以我刚刚有说 你们的女巫在带你 如果 这个人 有 做不对的地方 或者是 背叛的地方 你们可以马上斩断 或者是做出一些事情 或失重 好开玩笑 就是你们会有一些 手段 去斩断这个关系 或让这个人藏到苦头 有些人甚至可能会 可以为了这段关系 做一些仪式去 显化他 去希望这个人 能够跟你有更深的连结 或爱上你之类的 或是你想的这个人 也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现在说 死神的能量也是 一个讯息是你们希望 可以让自己的 这种很老太 很冷静处世的 这个老太佛 先静静的 死亡 不要太理性 去看待这段关系 因为你很享受这种 像少女一样 重新恋爱的感觉 当然你们也是不好惹的 你们或者是对方 是不好惹的 就是不要背叛你们 不要做什么 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那乌鸦 手中的乌鸦是智慧 所以 乌鸦的脚里 可以有一颗鸟 鸟 这个鸟鸟我刚看起来 就是像我刚讲的仪式 你们可能有做仪式 你们有许愿 这个鸟鸟 代表了这个愿望 让乌鸦去递给宇宙 让宇宙帮你实现 或者是这个鸟鸟 可以当成前第一的含义 你想要为这段关系 有一个新的开展 新的开始 你想要开展这段关系 所以你会用一些女巫 一些比较神秘学的方法 去开展这段关系 帮助这段关系的开展 乌鸦也代表智慧 所以你们这段关系 其实一直有一个 冷静第三眼 用直觉在静静的观察 随时做好准备要去 反应跟行动 好我讲到这边看有没有对应到 接下来我会讲 你们双方的个性 那到讲双方的个性 有对应到 就可以继续听下去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以先退出 然后再重新选一副牌好吗 好这边是 这边是代表 二号牌组你们的个性能量 这边是代表你想的人的个性能量 当然如果有 镜面效应 可能会有互换的情况 大家再自行去对应哦 首先 二号牌组的朋友 你们有 风向跟土向的能量 在你的心盘里 你们想的人有 风向 以及火向在他们的心盘里 当然也可以讲的是 讲的是说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风向的特质 代表你们的思考能力 逻辑能力都非常的强 这是一个 你们是同样的元素 代表沟通起来 会比较容易沟通 比较理解对方在说什么 要什么 理解对方的个性 然后一个土一个火 好这边我就要来讲 首先选择二号牌组的朋友 你们的动物神域卡 是 Mightingale Mightingale 夜鹰 非常可爱 以及拥有美妙歌声的 一个鸟类 我这边看到的是 这支夜鹰站在地球上 然后在黑暗的 星空 星际宇宙 舒展 张开你们的嘴 然后 迎唱出一个美妙的乐曲 或者是 思想 你们这组人 有的人很可能是一个 演讲家 你们很有 梦想跟想要传达 这些知识 思考的一个使命感跟 你们非常有想法 你们有很多 能够帮助人类的观点 所以有些朋友是 我想到的 比如说Tek Talk 有的人 已经到可以去Tek Talk 演讲 有的人可能是讲师 不管怎么样 有的人甚至是 世界级的 演讲者 传递知识的一个人 再来就是你们是歌手 你们是任何表达 自我思考思想的 一号人物 而且你们说出来的东西 都非常的美妙 很多人想要听 并且会受惠于 你的思想 你的歌唱 你们也可以是诗人 可以是作曲家 作词家 你们通常有很美妙的声音 你们应该很会唱歌 唱歌是你的天分 就算你觉得你不会唱歌 你讲话的声音也很好听 很有磁性 很动 动听 会让人的耳朵 想要怀孕的感觉 这是我刚听到 尤其是夜晚 你的声音会更有磁性 更 更吸引人 ok 夜音 早上 在日光下 可能感受不到你们 你声音的魔力 但是到晚上的时候 尤其是你的爱人 就会感受到你声音的魔力 那一般人可能会觉得你的声音 听了你的声音很想要睡觉 可以疏眠这样子 可以疏眠这样子 想要把你们定下来 但是我要讲的是 你们其实是想要定下来的人 因为这边有一张 钱币石 你们是有土相在你的心盘里 通常可能是月亮或金星 是土相 所以你们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 有足够的资产 财富 稳定 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你们才有安全感 然后你们 虽然喜欢飞来飞去 但是你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家 可以回去 就算你们旅游各地 你们还是希望最后可以回到那个 属于你自己的舒适的家 你的安全港 你的窝 你的堡垒 你的宇宙 所以有的人很想要买房子 有的人可能很想要结婚 因为通常钱币石是一个 不是只有情感 但是就是还有面包的感情 拥有面包的爱情 成立的家庭是钱币石 是你跟这另一半可以一起成长 一起赚钱 一起 一起 获得财富自由 这是你们的梦想 然后拥有 我刚刚讲了拥有房地产 是你的一个目标 生命灵数 一 三 四 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 我有看到 因为这边我刚刚想到死亡 所以天蝎座的能量 可能也在这一组 十 对 十就是圣灵数一 所以是一样的意思 或者是某月十号圣灵 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 那有的人可能你跟你的对象差十三岁或差四岁 好我现在来讲 你们想的这个人 所以 好啦你们稳定性很重要 稳定性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好这个 你们想的人 抽到的是小蜜蜂 汪汪汪汪 小蜜蜂 一个速度更快 飞得更快 忙得团团转的一号人物 而且她所到之处 都会听到她的声音 她的脚步声 她的 行动产生的噪音 不要说噪音 就是她一到一个现场 大家都会知道她到了 有可能是她脚步声很大 还是说她走路 会有一个特别的 衣服摩擦的声音 或者是她会讲话 让大家知道她到了 然后她很爱工作 而且是 非常热爱工作 所以她每天忙的团团转 都是因为工作 她这个工作是 不只是赚钱的那种 是有使命感的那种 工作对她来说 是一个有意义 有价值 让她有价值的存在 而且她很喜欢 团体性的工作 她不喜欢一个人 她喜欢一群人一起 采花蜜 比如说在农场一起采茶 就是要大家一起 共同努力 然后 有所收获 收集到很多的 那要怎么说 她们很喜欢那种成就感 跟大家一起感受那种 同心协力的成就感 然后她们 能量不好的时候 会有点无头苍蝇 没有意义的忙碌的感觉 只是为了要有一个存在感 她们应该是属于个性很诚实 的一群人 然后她们非常的民主 但是也是 民主 尊重别人的意见 跟选择 但是也有一点点political 就是有一点点 你会觉得因为太过民主 而有点太客套 Sometimes 有的时候 然后她们其实是 也是很有创造性 创造力的人 她们很注重细节 所以如果她们能量场不好 比如说她工作太累 那她身边的人 可能会有一点小糟糕 就是她可能会发脾气 或者是 她没有办法去回应太多 给她的问题过 或压力 因为像蜜蜂 她累了 就是 如果她觉得受到攻击 她就会叮人 那她这个叮人 是那种 自己 是会死亡的那种 就是 牺牲生生命去攻击别人 所以 她们可能在能量场不好的时候 会有一种self-sabotage 就是 两败俱伤的一种 处理事情 跟面对人的方式 那她另外这一张是 Mind of Wands 拳杖骑士 The Front Runner 火象能量出现了 就是 这是射手座的能量 那 我觉得 你们这两张是一样的能量场 但这两张就是有点相反 因为她是一个冲冲冲追追追 只会 往她的目标跑 然后 然后 为达终点 我不知道会不会 为达终点不择手段 她可能不会不择手段 因为她是诚实的人 但是她会 努力的 努力不懈的 达到她的 终点 她的目标 完成她的目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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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权杖骑士 她是 热情直接的人 很有行动力的人 但因为她是骑士 她也不是国王 所以她有一点点某种程度上的不够稳定跟 不够成熟 那你们是钱笔师 你们要的是一种稳定跟成熟 当然是 就是比较财务上 但 这种图像特质 也可以代表 你也需要对方给你一种情绪上的稳定 比如说要 不要消失不见啊 要常常回你讯息啊 要联系你啊 让你知道她在哪啊这样 但是权杖骑士有一点点 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不太喜欢被人家管束 她想要去哪就去哪 想要干嘛就干嘛 但是 她们不是坏人 她们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但是 有点简单 就是看到了就直直往前衝了 不太会拐弯抹角 可能有的时候会 没有办法揣摩你的心思 或者是忽略掉你的感受 这是有可能存在的一个 呃 算问题吗 需要谋合的个情的部分 那她们当然就是 在还没有稳定关系的时候 就是属于比较那种 到处看看 到处 到处约会 然后 并没有很想要定下来 因为如果她们很爱工作 可能比较难定下来 因为她的心力都放在 工作上 她会以她的第一优先为主 就是工作 那情感就会比较 她会比较忽略 可能会 会有很多对象都会 因此而不开心 那这张也是代表旅行 很爱旅行的一个能量 旅行教学的能量 所以我不知道 部分朋友 她们你们的对象 是不是常常旅行 因为工作旅行 或者是私底下也很爱旅行 然后 呃 或者是她们是属于教学 比如说 也有可能跟你一样是讲师 就是有需要去传递知识的人 或者是本身 她如果 她可能在公司 会带领一个团队之类的 如果都没有 那她可能本身很喜欢 就是教导别人 很喜欢 跟别人说说 她们的理念之类的 让别人学习到一些东西 好 接下来 那这边 如果有对应到 就我们继续听下去 我接下来 要来看一下 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 对这段连结 到底在想什么 我这边是抽到了 用塔罗代表 你想的这个人 为什么 他对你们的关系 还没有所行动 很妙的是 中间这一张 也抽到了甜蜜石 跟你的个性这边 是相同的能量场 然后有两个十 这个是命运之类 也是十号的逆位 很多的奇数 偶数奇数 十三号奇数 首先 这边有生命灵数一的人 我刚刚有讲了 生命灵数一 某个月 十号生 九号生 三号生 或生命灵数九 生命灵数三的人 可能会选到这一集 或者是你们的对象 是这些生命灵数 然后出现的能量场 有图像的 图像星座 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应该是 狮子天蝎水平 狮子天蝎水平 固定星座是 金牛狮子天蝎水平 然后还有一些水像的 像我刚刚讲的 天蝎以及 可能还有巨蟹 跟双鱼的能量在这边 然后火象的能量 射手 牡羊 跟 狮子 嗯 我要先讲 你们想的这个人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人 他们是一个非常追求 世俗 条件理想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很重物质 但是他们的重物质 跟你的重物质的 能量场感觉也不太一样 你们是 也重视精神层面 但是他们是真的真的 很追求世俗的 肯定眼光 所以他们可能不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虽然这可能是他们终极的目标 但是我从现在的拍卡的能量上面来看 他们的成就感更重要 他们在别人眼里的感觉 形象更重要 他们要有一种 被大家推崇 的那种 成就感 而不是那种 我的追求 我追求物质只是为了成家利益 也不是 他们追求物质是为了 活的有 有权力 有光环的一种感觉 所以钱财对他们来说 不是为了稳定成家 钱财对他们来说是一种 能力跟 权力的象征 所以第一张 皇后 潜必皇后 逆位 代表的是 他们追求的 追求物质不是为了滋养自己或别人 他们有点不懂的照顾自己 可能有点工作过度 但是因为太追求物质 所以有一种缺缺缺乏了这种 情感上的关怀 缺乏这种 关注别人的一个 动力 跟时间 他没有时间去关怀别人 没有时间去照顾一个感情 所以在这段连结上 我觉得这张钱币石 其实有代表说 你 对他们来讲 可能算是一个循环的终结 就是 你有一点就是那个 他想要成家立业的对象 他有看到你这个资质 他有 感应到 有想象 过跟你成家立业 结婚生子 一起有一个家的感觉 因为他知道你可以 你应该是那个很好的 太太或先生 可以稳定 稳定一个家 照顾一个家 他知道你想要这个 他也知道你值得前帝石 的结果 他因为你的关系 也有曾经 思考过 这种成家立业跟你 组建家庭的感觉是多么的美好 但是我们前帝石 是缺少 比较缺少情感 比较是以物质的结合为主 所以他就算有想过这个东西 但是这边有一张 命运之轮的绿位 代表的是他觉得 现在不是时候 他就算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 优质的 结婚对象 但是他还没有准备好 为什么 因为他还在忙 其他游人们的事情 他还在 到处奔走 工作 参加各种会议 出国 演讲 听演讲 训练别人之类的 或者是 自己想要去哪里旅行 有各式各样的事物 他想要做 而没有办法去 展开或稳定一段关系 这边是命运之轮命运 这边是圣杯酒的命运 代表的是 他缺乏了一种给予爱的能力 他就算想也没有办法 我们刚刚有讲 前碧石的这种美满 是物质基础的美满 那旁边就跟了一张 圣杯酒的命运的代表 就是他缺乏了这个 第十个圣杯 让他愿意去 拥有 成立一个前碧石 他现在还太注重 在自己 想要的生活 跟目标上 他没有办法去 给予另外一半 情感需求 去满足对方 因此 他自己觉得 没有信心 因为这边 前碧 往后逆位 也代表他 就算知道你是那个 很棒的对象 他没有信心 可以给你这个 成立石的结果 他自己 他有自己的经历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某部分前第二个 对不起 某部分选择二号牌子的朋友 你们想的这个人 是想要 娶或嫁一个有钱人 小部分的朋友好吗 不是所有人 所以不要去太 太担心 他们很爱工作 但是某部分 某小部分的人 他们可能有在想说 如果可以娶 或嫁一个 本身家庭已经 很有资产 他们可能可以 就把这个精力 放在他 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为了 赚钱去做的事情上 他们是有目标 跟理想的人 所以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 有一个 他们不 不介意 嫁娶 一个比自己富有的 让自己可以 不是轻松一点 而是让他们 可以有精力跟时间 去做一个 真正想做的事 让自己成名的是 或者是说 跟环境保护有关的一些理念 让他可以执行一些理念 他们是那种 如果 双方 有任何一个人 经济不稳定 你就比较不会愿意跟他成家的 那种人 这是我意思 他如果要成家 要结婚 双方都要经济条件 如何 然后排底是 权杖三正位 这两张我一起讲 这张神域卡叫Portal 门户 Doors are opening 各式各样的门正在打开 You decide 你决定 Rewards 奖赏 Wild card Wild card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狂野的卡 或者是 不羁的一个选择 不羁的 狂放不羁的选项 不受控的一个选择 这是我的 翻法 因为 底牌权杖三 加上这一张Portal 我觉得目前你们想的这个人 他正在面临各式各样的 机会之门 在他面前打开 这件事情 让他充满了希望 他很 期望可以走过这个机会之门 去 点燃很多机会的蜡烛 引领他走向终极的成功 所以他目前可能会有很多的 投资机会或者是 公司行好 然后这些人都想要hire他 雇用他 有些人甚至是海外的公司行好 想要雇用他 所以他非常的期待 因为这就是他想要 他喜欢旅行 这些机会之门 都会带他通往他想要的 那个密地地 他想要体验的一个旅程 所以我把这个蜡烛排起来 非常的遥远 所以我觉得 他现在正在 思考要到远方 各式各样的远方 的机会去 發展他自己的事业 跟成就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主动 因为他 没有办法 留在这边跟你 发展这个连结 因为他有其他的目标 想要追求 但这张权杖3 也代表 其实我觉得 也可以代表他想要跟你 持续这段连结 他不想要断 他这样一直点燃这些蜡烛 他有一点点 成章杖3 是一种想望 期待 到远方 期待 各式各样的新机会 这个机会 当然也可以包含你 就是 就算他 追求这些目标 其实他也不想要 失去这段远结 但是这 这样讲起来就是会有一点 就是小自私咯 所以他目前是面对了一个 很难去选择你的一个阶段 他也没有自信 可以 保护你给你想要的 好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你是否应该主动 好这边是代表 如果你们采取主动的态度 会怎么样 那我们解排之后 可以来判断 你们是不是应该要主动 采取行动 嗯 我觉得还蛮正向的 好我会来解释 第一章是圣杯舞的逆位 底牌是月亮的正位 我觉得你们已经 你们对这段关系 已经想到 必须要采取行动 因为第一个你们当然很恐惧 害怕采取行动 会搞砸这段关系 可能会 让这段关系反而断裂 或吓跑 吓跑对方之类的 但是你们的月亮代表的是 你们一直不停的在想 跟他在一起会怎样 跟他相处会怎样 你甚至会梦到他们 你日思夜想 已经有点到困扰到你们 但是这个困扰是那种 梦幻浪漫式的困扰 你就算觉得困扰 你还是每天没有办法 不去想他们 那这种浪漫跟恐惧感是 互相并成 18号 9号 呃 某个月9日生 或者是生命零数9的人 会抽到这一组 或者是你们的对象 是生命零数9 或者是生命零数1跟8 以及 可能也有5号 生命零数5的人 以及生命零数6 这边有好多生命零数 因为这边有恋人牌 6号 某个月的6号生的 可能会想抽到这一组 双子座的能量出现了 圣杯 水象的能量 The Empress 皇后 土象的金牛 以及 天秤的能量出现了 就是金星 爱与美的女生 为纳斯的能量 好我现在直接讲 page of swords 风向的能量一样 因为你已经日思夜想 所以其实你们应该要 采取行动 我现在直接就是讲出来 但是我从第一章 如果你采取行动的话 你会 你不会后悔 你如果不采取行动 你日后 会后悔 你日后会是 圣杯舞 会觉得 为什么我当初 不采取行动 不管结果如何 都没有关系 至少我尽力了 但是这边出现的是逆位 所以意思是说 你应该要采取行动 至少对得起自己 至少表达 让对方知道 你对他的喜爱 你的诚意 如果你采取行动 当然这张也代表了说 你如果采取行动 可以 这段新的关系 可以让你 带你脱离 并且忘记之前 旧的关系 比如说你的前任 可以带你走出这种 失落感 如果某些 选择二号排队的朋友 你们还处在一个 跟前任的失落感的话 你如果对这个对象 采取行动 他会让你的专注力 放在这个对象上 让你重新有活力 不会再去 觉得 有一种 之前的关系 没有 美满 美满进行的这种失落 皇后排 你如果采取行动 你可以带给对方 以及这一段连结 这种美好滋养的能量 因为这个人 他缺少滋养别人的能力 所以你会带给他这种 他会感到病滋养 他会感觉到你的爱与美 你很会做饭 你很有品味 这会是他非常欣赏的地方 你的很优雅 有一种皇室般的气质 会让他非常的欣赏 所以你如果采取主动 可能会 就可以创造机会 让这个对方 看到你的这些优点 跟特质 而让他越来越喜欢你 越来越喜欢跟你相处 当然 女皇也代表的是 你的包容力 会很强 也代表 你要比较包容这个对象 那来抽二号的皇后 你们的阴性能量比较强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你们有这种照顾人的气质 因为底牌是 月亮代表巨蟹座或双鱼座 所以都有这种浪漫的 照顾人的梦幻的气质 你就是主动之后 继续展现你这种 勇容华贵的能量长 照顾他自 包容他的能量长 但是要有底线 好 三号 对不起第三张牌 宝剑侍者 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才去主动 你要保持这种 轻松的 跟他聊天的 flirting的态度 要保持一个 light hearted 就是 不要太沉重 因为你们刚开始 所以 就是聊天上 这个能量长要轻松 要跟他开玩笑 然后 你越轻松 对方也就越能跟你 互动 你开玩笑 他也可以跟你开玩笑 然后就是有这种 聊天聊得很快 很愉快 互相 打情骂俏的一个感觉 但是 因为他常常旅行 所以很多时候 你们的 沟通可能是在网路上的 而不是真正的面对面上 也是有可能 但是你们两个是很聊得来 你如果主动 就可以创造机会 继续跟他聊天 然后 让他看到你的优点 以及 体验这种 很欢快 聊得很来量 风向能量 都很聪明 都懂对方在讲什么 笑话的意思是什么 的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一张是恋人 所以 两个重点 一个是 你如果主动 很有可能 可以让 这一段关系发展 让你们两个发展成 恋人 这是我从排面直述 的意思 因为你会 渐渐的让他对你越来越痴迷 然后 想要跟你在一起 但是怎么在一起 这张牌也代表你可能会 遇到需要做选择 因为恋人牌代表选择 所以你们可能可以在一起 但是你会需要去做一个决定 比如说 可能没有办法很顺 就是 两个人认识 在同一个城市 很自然而然 就互相相处久了 然后就在一起 不是 你可能会需要去 用你的这种 女皇的包容力去配合她 你可能会是 比较需要配合她的那个人 你可能会要为了她 跟她一起搬到某个城市 或为了她 展开远距离恋爱 或 如果 为了她 要接受这种 有的时候失去消息 有的时候又重新回来跟你联系的这种 联络的状态 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 但是你要做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是 你的底线在哪 你可以为她做多少 当然我也要建议 你们如果最后真的发展在一起 你要让她知道 你需要她做到哪里 这个也是一个选择 你要不要跟她聊 跟她谈 让她知道 你需要她做什么 因为这也是一个risk 就是她能不能做到 她不能做到 可能就没有办法 发展成恋人的关系 但是如果她真的后来 发现很喜欢你 她可能也可以愿意 为了你去做到你想要的 比如说多联系 多见面之类的 这一张 Lost Lens 遗失的 土地 比如说雅策兰提斯 就是最有名的 Soul memories and gifts 灵魂的记忆以及礼物 天赋 You've done this before 你之前就做过这些事情 这张有一点 阿卡西 记录的感觉 就是 刚刚有讲 在你们双方能量场 我有讲 可能是你们 选择二号牌族的人 有这种老灵魂的特质跟能量 你们在这个地球 已经 转世很多次 结果这张卡就出现了 是不是很神奇 这张卡 是说 拿出你们女巫的特质 萨满的 这种直觉力 去连结你的第六感 你会听到你的高我 或者是你的指导人 指引你 你会 突然记起来 或者是 发现 其实 你都知道该怎么做 去 让这个人 愿意跟你继续连结 甚至跟你在一起 因为你之前 这些情况都已经碰过 你也都解决过 你不是 你不是新生 你不是第一次 来到这个地球 第一次碰到这个状况 不是 你已经碰过千百万次 所以 其实你是一个很老恋 你自以为是一个 出生之毒 其实不是 你是一个 老者好吗 很有经验 资历的老者 所以 其实你可以 可以稳稳的抓牢这个人 在你的 手里 你非常有方法 可以让这个人 慢慢 这样讲好像有点恐怖 但是就是 让这个人慢慢的 放下心房 然后愿意去 跟你走入这个更深的连结 你有这个知识 你有这个经历 这个经验 你不要害怕 因为 你比他 你以为他是情场老手 才不是呢 你才是 你的情场老手是 累积了好几世下来的好吗 ok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宇宙给你有什么建议 ok好我先 觉得 你们想的人 应该还蛮喜欢你们的哟 好 好 我先讲建议好了 宇宙给你们两张 对于这段关系的建议 蝴蝶 跟星月 trust 相信 宇宇宙给你 宇宙对你有安排 宇宙对你有安排 你是蝴蝶 你是蝴蝶耶 大家都想抓住你 你是多么的美丽 跟 闪亮 然后另外要相信宇宙给你的安排 不管现在的情况如何 都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第二张 写 Moon 病 这叫什么 月 月之痘啊 这应该是有个特殊的含义 但是我要查一下 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 你就在正确的道路上 所以这两张很妙啊 这就是一句话 trust 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 ok 你们现在遇到这个人 走的这条路 其实都是对你有一个意义跟 让你成长 让你蜕变 或者是真的是要让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要相信宇宙 让你碰到这个人 绝对是有含义 有原因的 那你在正确的道路上 你就一直走下去 听你的直觉 月亮 照着你的直觉往前走 好吗 你是美丽的蝴蝶 你非常的有 能量 你想吸引谁 就可以吸引谁 那回到刚刚讲的 你不要没有自信 你想要吸引这个人 你绝对可以成功的吸引他 愿意甚至愿意为你定下来 ok 我们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 像这两张讲的 照着宇宙跟你的直觉 跟你的路去走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对你们有什么话想说 I don't know 大家都很爱工作 第一张 I feel you leaving me behind 我觉得你好像把我落下了 离开我了 丢下我了 我觉得你们这组人最近可能有一点点 把能量抽回来 因为他们实在太不稳定 所以你有点把能量抽回来 他有感觉到 通常能量追跟跑的能量就是这样 当你把追的人 能量抽回来 跑的人就会来追 那你们就要去平衡 这个东西我在第一组里有讲 但是你们的状态有一点点 呃相反 类似但相反 他有感觉你把能量抽回来 就是有一种好像不理他了 不关注他了的感觉 第二张 I bury myself in work to forget you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他就是让自己很忙 努力工作去忘记你 去不要想这一段关系 因为想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一张在第一组也有出现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好爱 好爱用工作来 填补空虚或者是 让自己不要面对问题跟现实 第三张 I love you unconditionally 我无条件的爱你 这张就很强烈啊 可能某些部分朋友 你们想的对象 真的有一种爱上你们的感觉 或者是 你们的友情让他 因为他很欣赏你 所以他觉得你很棒 他懂得你的价值跟特质 他很想要 他知道你值得这种无条件的爱 他很想要对你好 所以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感受到那种 他对你的温柔 对你的肯定 那种包容 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 刚开始认识的 所谓无条件的爱 第四章 I feel you even though we are apart 就算我们现在是分开的 我依然感受得到你 所以 部分的朋友 你们现在可能是分隔两地 有的人可能是真的是 他在别的国家 或别的城市 在工作 所以分隔两地 或者是 有的人刚好你们想的对象 正在旅行 正在放假 正在 出差之类的 所以 或者是你们 在同一个城市 但是没有联系 因为 双方都不太主动 都在等对方主动 然后 就算没有在沟通的情况下 他也感觉不到你的存在 就是他在想念你的意思啦 Yup 所以呢 这个人就算不联系你 他还是在想你 这就是我觉得他 想要对你说的话的含义 好 希望今天 的毒牌 对大家有帮助 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毒牌 你们的按赞订阅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非常感谢你们 然后 任何的interaction 互动 都会帮助这支影片 再推给其他 需要帮助的人 好吗 那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 我会播 美洲运势 以及其他的塔罗运势 然后 这支影片出了之后 应该 我们YouTube的订阅数 会超过3000 那像之前 我讲的 超过3000的话 我会举办一个抽奖活动 奖请我之后 会再公布给大家 但是希望大家去 追踪我的Instagram 才能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哟 非常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选择三号牌子的朋友 我们选的是这颗七彩颜色的水晶 把它放这儿 首先我们先用两张神谕卡来看 你跟你想的人之间的能量场是什么 二十六号的 二十六号的The Comic 这张是Message of Transmit Message of Transmit 喜剧演员 小丑 这样的含义 开心的 愉悦的 笨笨的 二十六 首先 生命灵数二跟六 或者是八的人 可能会抽到这一组 或者是你们想的这个人 是这几个生命灵数 部分朋友是二十六岁上下 或你想的这个人是二十六岁上下 或者是某个月二十六毫升 我这边有感应到牡羊座的能量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四月二十六毫升 三月二十六毫升 sorry 四月二十六号是 金牛座 可能也有金牛座的成分在 ok 七彩的颜色 欢乐的 太对的 搞笑的 有些金牛座的人 他们会用 就是用这种搞笑的方式 博取喜欢对象的欢心 或者是在学校 他们会 是那个 教室里的开心果 让大家喜欢他们 让异性 或者是如果他们喜欢同性 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以及喜爱 他们会是那个喜剧演员 但是其实内心深处 就是 想的很多 遇到喜欢的人反而会害羞的那种 所以我不知道是你还是你想的这个 是这样 目前我感受到你们之间的能量 你们的关系应该是一个 就像这张卡说的 是一种 两个人很轻松相处 像朋友一样 其中一个人一直会不停的逗笑对方 而让对方很喜欢跟这个人相处 但是有没有 到那种 浪漫爱情的喜欢 这边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你们两个的能量场是 某一个人是属于比较轻松的状态 另外一个人 用尽心思在 维系你们两个的 的连结 用这种搞笑的方式 让对方开心的方式 去维系这段关系 所以我不知道是 选择三号牌子的朋友 你们是这个 让对方开心的人 还是对方一直不停的 用这种方式吸引你们的距离 而让你觉得 愿意继续跟对方相处 有些人可能是春天认识的 春天生日 春天认识 这个 你们其中这一个 sorry 你们其中一个人 如果是这个校匠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他的聪明 并不是说 他用这种 把自己弄得笨笨的方式 是他没有这种狡诈的意念 或意图 没有他只是真的 单纯想要让你开心 但是同时 我们看这只猫咪 他其实是一个面具 他的后面的眼睛是 一个人类的眼睛 其实他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有一点小小的 creepy 所以你们其中一个人 是用这种搞笑的面具 在这段关系里面 好 这个影像是有一点creepy 我要说其中一个能量场是说 我第一个感觉到的能量场是说 这个愿意搞笑的人是为了让你开心 并且 让你愿意一步一步的走进他温柔的 的怀抱里 然后顺道 在这种轻松的 相处上 相处的过程里面来观察你 看你喜欢的是什么 然后他要怎么样做出改变 但是这张卡 其实同时也有讲说 因为他是用一个 猫咪可爱的面具 所以 当他们能量场不好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会拿出猫咪的爪子 会伤害到别人 这个伤害到别人 可能是有意的 或无意的 没有办法控制的 有意的就是他用他的聪明才智 可能会让你发现说 原来之前的这种 一心一意都是为了你 把你捧在高处是装出来的 如果他们能量场不好 可能会给 对方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看了 我看了这个 如果近看这个影像 第二个能量场就是 你们其中这个 其中一个人如果是这种搞笑的状态 他其实是有憋有心思 一样他在观察你 他在用让你这种放下 防御的状态 去设计你 跟他在一起 或者是让你以为 他是这样的人 这是第二个能量场 所以 请不要紧张 我们等一下还会看他 用塔罗看他 对真的关系在想什么 当然也有可能 我讲的能量是你们的能量 所以大家自行对面 这一张 Message at Tonsmet 我觉得你们的沟通 应该还蛮 平凡的 可能偶尔 对方或你 会传个笑话 传一个迷音 给对方 哈哈大笑 然后就聊起来了 你们应该有一个人会 每一天不时的 传讯息给对方 问候呢 问候对方或者是 想一些好笑的东西 去维持这个联系 然后其中一个人 是看准了这个关系 看准了你 或你看准了他 就是要 得到你的一个感觉 或你就是要得到他的一个感觉 这是然后因为 因为这张卡是 比较 暗黑的状态 然后 我觉得 因为这个猫咪面具 后面的这个人 感觉是阳性能量的眼睛 也是一个暗黑的状态 我不知道欸 我觉得 好啦 不用紧张 但是稍微小心 注意多观察 这个对象 或者是你自己 因为我这边感觉到 能量尝试 就是其中一个人 用这种搞笑轻松的状态 维系这段关系 但是其实他的 深层的 能量 很 很容易不小心会变黑暗 就是说 这种我一定要得到你 然后很精心规划 那如果得不到 会怎样 是不是就会伸出毛爪 我不知道啦 我没有要下你们喔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看 只是我 得到的另外一个 得到的另外一个 读到的另外一个讯息 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大家自行 你们在哈哈大笑的同时 去注意一下对方处事的细节 跟别人相处 讲话的方式 他们是真的好人 真的很 真的很单纯 真的对大家都是这么的 就是 就是 让大家欢笑的一个 个性的人吗 还是他这个只是一个 待人处事的 招数方法 跟防卫自己的 面具 然后另外这张卡的意思 我觉得有一个宇宙 要趁今天的塔罗独牌 传送这个讯息给你 给某一部分的朋友 不是 应该不是所有人啦 某一部分 选三号牌子的朋友 他们要提醒你注意 注意这个人 单不单纯 意图是什么 还有如果你是这个人 那你自己要去注意自己的 的意图 不要让自己的能量 变暗黑 之类的 好这边呢 是两张 一张 神语卡 以及一张塔罗 代表你们的个性 这边应该是你们的个性 这边是你想的人的个性 当然如果有镜面效应也很正常 或者是说 你可能会觉得 有护掉的感觉 那我们再自行对应 首先你们的个性 你们是属于 火象能量强的人 以及也有水象的特质 在你的心盘里 火象 牡羊狮子 以及射手 水象 天蝎巨蟹 以及双鱼 这边我有感觉到 我刚刚有提到牡羊的能量 然后这边这张 是狼猪 这边两张的形象 非常的 意念有点相同 这张他后面的 七彩的颜色 几乎就是八只爪 就像蜘蛛一样 这张是一个可爱的 猫咪 但是猫咪面具后面 可能就是狼猪 所以我不知道 我刚刚讲的这个能量长 是否是比较对应到你们 你们是一个灵感很强的人 我要讲你们的对象 他的代表物是乌鸦 乌鸦就是一个非常 第三眼打得非常开 直觉能力很强的人 也代表你们想的这个人 非常的有灵性的知识跟成长 所以你可能会 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神秘学的东西 身心灵的东西 他有时候讲话可能会有点神叨叨 可能很喜欢算命 可能很 就像我讲的喜欢神秘学 他们有非常多的 宇宙的秘密跟意涵 藏在他们的智慧里面 但是你们也不遑多让你们也是属于 有灵性的人 直觉很强的人 然后加上 聖杯八 Self Elimination 你们是一个不断自我成长的人 你们是这个让我联想到 天蝎座的能量 你们一直从错误中学习 这个错误可能 只是让你觉得有受伤的状况 你们觉得是错误 但是你们愿意从跌倒了再爬起来 你们会从这些 自己觉得不够成功的事件 或对象中 让自己一直浴火重生 你们会去斩断 Purge 烧毁 你觉得不再适用于你的东西 然后从这边走出来 你们一直不停的从小到大 你们会一直不停的 给自己定力更高的 目标更好的方向往那边走去 让自己一直不断的upgrade 进展进步 2.0 3.0 4.0的感觉 你们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因为你们 一般来讲会给予 旁边的人一种平静平稳的特质 你们也很容易 懂得织网 所以你的人脉应该蛮广的 你们喜欢交朋友 或者是你们会织出一个网 吸引别人来接近你 当然这个网也有可能是捕捉猎物的 的网 所以我才会说 有可能这个comic是你们 因为你们在用这种 可爱或者是搞笑的形象 在织这个网 让你喜欢的对象 来到你的这个网里面捕捉他们 当然也有可能 这是对方在做的事啦 但是我只是从你们 这边的个性能量场 去 听到这个讯息 这张也代表 你们很喜欢旅行 这张也代表 你们只要一看到有不对的人 只要有一点点的 特质 或对你有一点点的不好 你觉得不适合 你马上打包走人的感觉 把你的爱这支玫瑰 收回来 然后准备给下一个更值得的人 那当然工作上也是 你不会去 犹豫你觉得该离开一个公司 就是该离开一个公司 直接头也不回 不留恋的走往下一个新的道路 新的公司 你们在能量场不好的时候 会很容易 过多 过思过滤 容易 过度使用脑袋去思考 用逻辑去思考 所以你们应该要随时 尽量让自己保持在平稳的状态 你们才能够比较清楚的 听见你们的直觉 在告诉你什么 因为直觉告诉你的答案 才是适合你去选择去做的道路 去做的事情 好 你们想的这个人 是风向的能量 以及土向的能量 乌鸦我刚刚有讲了 他们是一群很有智慧的人 他们的智慧也是来自宇宙的来源 源头 来自他们的高我 来自他们的指导人 所以他们有一点神秘的气质 神叨叨的 你问了他才会讲 他不会去到处讲 他的智慧 宇宙的智慧 因为他知道 他讲了别人不一定会听 所以他们有一种智者的气质 那这张土像 Final 2 钱币2 他们 虽然这是土像 但是我有感觉到一点天秤的能量 所以他们可能有天秤座在他的心坦里 以及土像星座 金牛处女摩羯 他们常常在 他们有一个心里的秤子 他们随时都在量秤 哪一件事情 对他来说他比较重视 对他来说比较重要 所以在人生的路上 他们随时都在秤金秤量 就是不是小气 但是就是他想要做出最好 所谓最好就是最适合他的选择 当然负面的来讲 就是他有的时候会有选择困难症 因为万一他碰到两个 他都觉得很重要 他就会选不出来 那这时候他就会要用他的直觉 或跟他的指导力沟通 因为他这边 这一张后面是一个 星座能量的牌卡 星座能量的图像 代表的是他的这个秤金秤量 他的平衡是来自宇宙 他的决定是来自宇宙 倾听宇宙的声音 所以也有可能你们现在这段关系 他也正在把你放在他的 内心的量秤上面 那他们有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困在 选择里面 所以可能情感上他们常常会有 两个对象需要做出选择 而可能会造成一些 混乱的情况 就是 或者是在事业上他们常常会 有两个事业同时在做 但是最后 你一定没有太多精力 他们就会被逼到 被现实逼到需要做出一个选择 他们常会把自己放入这种 需要做选择的状态 呃我们讲到这边如果有对应的话 那就我们就继续听下去 如果没有对应 我们可以跳出去重新选择一副牌好吗 ok 接下来我们要用塔罗来看 理想的这个人 他对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他不主动 我必须要说 这边是代表你的对象 他为什么 不采取行动 对这段关系 这边有 一 二 三 三张宝剑牌 两张全杖牌 他的宝剑限制了他的行动 导剑就是逻辑思考 所以这个人 他又是风向能量很强的人 他现在完全就是被他的脑袋给 限制住 无法行动 这边没有任何的圣杯 所以对这段关系 他都是在用思考逻辑 在用逻辑去思考 在评估 状况 那我要讲 第一个Mind of Swords 导剑歧视的真伪 这段关系 他绝对觉得很开心 因为跟你会有心智上 智力上的交流 你们的谈话 相处 都会互相给对方 新的idea 一些灵感inspiration 就是跟你聊天很有意义 很有内涵 很有火花 但是 他这种 一个Message是说 这种 聊得很愉快很开心 但是一下这种感觉情绪就过了 因为歧视是一个很快速的能量 所以他就是 可能是他或者是你 也有可能他觉得你 很快速的进来聊一下就不见了 然后就没有 永久持续的下去 或者是这是他的能量 他跟你聊了一下 然后你可能就有几天听不到他的消息 或者是说 你如果没有话题 他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的一个感觉 因为保健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平稳 不是持续进行的一个 一个交流的能量状态 第二章是保健2的逆位 代表的是他被一些 困扰 恐惧 限制而做不出决定 他没有办法决定 这段关系要怎么样发展 他没有办法决定要怎么跟你发展 因为 跟你的关系有优点 也有他顾虑的 缺点 这些缺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第二章是 权杖6的逆位 他的底牌是权杖3的正位 所以 我先讲底牌齁 他的内心深处他觉得 他其实是想要跟你继续交流 因为他 他在慢慢的点燃这些蜡烛 希望跟你有火花持续下去 也代表的是 你们可能有部分的朋友 是在旅行中认识的 或是商务旅行中认识的 所以 如果是工作关系上 商务旅行或者是只是在vacation 度假旅行认识的话 这是一个短期的相遇 但是他希望可以继续跟你有心智上 就是继续上 继续有联系 或者是甚至是见面 但是他没有这个自信 可以一直跟你抱 就是可能 因为不能常见面 所以没有自信去维持这种关系 那全帐六的逆位 有一点代表的是 他在他想法中 你们有一些不适合的地方 那你们每一个人 他们 哪里觉得不适合 我觉得 我们不知道 每个人状况不同 有的人 我这边没有看到第三者的能量 但是 全帐六有一点表示说 这段关系他不知道 没有办法公开 他没有准备好公开 或者是不能公开 的一个能量场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第三者 或者是说 你们如果是旅行认识的 那他可能 或者是你们是公 商务旅行认识的 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公开说 因为你们有业务上的往来之类的 那或者是有一些 条件他觉得 你们两个不适合 所以 他很想要跟你继续交流 因为相处起来很愉快 但是又有一些条件的不适合 而不愿意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们在交往 或是不愿意交往 不愿意定下来 所以这种 这两个东西 让他陷入 保健二的命位 没有办法决定 陷入一个恐惧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他就变成 把自己投入到了保健四的正位 也就是 那算了 什么都不要做好了 就是 放空或者是摆烂 因为他需要时间 静养 他需要自己的空间去 休息 他可能知道自己也想得太多 有点累 脑袋快爆炸 所以他保健四是 目前处在一个 休憩的状态 不希望被打扰 因为他需要时间去思考 需要空间 让他静下来 他才能够想得比较准确 所以他没有行动 那这一张 这一张在 好像是一号牌组 还是二号牌组 也有出现 所以我觉得很奇妙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又有 双方一起来补牌 所以选择到 两组不同 但是是有 相关联的 ok 这张牌是 Earth posing 地球的脉搏 脉动 pose of the mother 母亲的脉搏 slow down 慢下来 Time in nature 让自己沉浸在 花时间沉浸在自然里 那这一张跟这个保健四 就是相呼应 都是一个 慢下脚步 停止思考 沉浸在大自然里 是完全一模一样 这女生躺在山堆里面 这个女生躺在 旁边也是围绕着 绿色的上面 跟水上 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们现在想到 这个人就是在一个 休憩的阶段 所以他没有行动 就是因为他需要独处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行动 他不知道 因为行动了就要负责 行动了就要接下来面对很多 consequence 很多的 后果 跟责任 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去处理 他不知道怎么选择 所以他现在是整个静止不动 休息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可能 所以他可能 我刚有讲 我不知道有没有断脸的啦 但是断脸应该也不会很久 我感觉是这样 就是我刚有讲 应该持续都还有在联系 只是最近可能 联系的不是很频繁 或者是他回忆的有点 懒散懒懒的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应不应该主动呢 啊我忘了 我忘了 呃 这边有二号四号 六号 跟三号 二三四六 缺五 缺了改变 你们好像 感觉相处起来一步一步都蛮稳 但是没有那个勇气去改变 你们现在的关系的状态 他现在很需要稳定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自信 让这段关系走上一个 很光明 美好 被大家 认同的一个状态 呃 所以生命灵数二 生命灵数三 四 六 的人 会选到这一组 或者是某个月 二号 三号 四号 六号生的人 会选到这一组 好 这边是代表 如果你们 主动行动的话 会怎么样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等一下解排完 就会知道 你们应不应该 主动跟行动 你们可以决定 要不要主动 首先 这一张是权杖骑士 伴随着恶魔牌 接着是宝剑皇后 都是正位 这边 最后是宝剑三秘位 底牌是圣杯五秘位 成语卡是 Jump in 跳入 Andromandum energy Adventure Say yes to change 跳进去 体会这一个冒险 对任何的改变 说 Yes 然后Andromandum 是仙女座的能量 首先我要先讲 这张权杖骑士 再度再代表 你们是旅途上认识的 所以 如果有对应到 可能大部分的朋友 真的是旅途上认识的 有对应到 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好吗 谢谢 那同时 你们可能在旅途上认识 然后非常欣赏对方 然后就是直接 冲了 想要快速的行动 想要 因为你们很喜欢对方 对方可能有你的 他是你的菜 通常 嗯 权杖骑士是一个 行动 非常快速 然后就是 很决绝的 就是我就是要 得到 我快马加鞭的 想要得到 然后这张骑士 拿着一个 棍子 权杖 上面有一些心牙 所以他很想要拿着这个 快要 可以成长成大树的心知 就是 插在一个土地上 claim 就是 说这块地是我的 然后我要让这块地 生长 滋养 长大 成为一个something 所以是一个 权杖骑士的能量是 你看到这个人 你很喜欢他 你就是想要往前冲 吸引他的注意力 你的目标是 要让他跟你在一起 或是要跟他发生关系 就是权杖骑士的能量 你们不会太过度思考 所以这是你们如果采取行动 你们就是权杖骑士 那你们如果采取行动 你们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一个 friends with benefits 的关系 就是一个 诶 范范之交 ok 你们应该有看过那个电影 范范之交的关系 吃饭的饭 alright 然后因为接下来是 恶魔牌 15号 所以生命灵数1跟5 或者是6的人 会选到这一副牌 或者是某个月 15号生的人 会选到这一副牌 你们 如果行动 你们会连接这段关系 但是你们可能会 你们的基础就是亲密关系 再连接 有的人可能目前只是一个 好玩沟通的一个朋友的状态 但是你们的吸引力 你们想的这个人 对你的吸引力很强 那你们对他也有 也有吸引力 所以如果你主动行动 表达了一个 爱慕之情 确认了爱慕之情 你们可能会发生关系 但是也就是 以 可能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更深的承诺 因为 可能你们就也只想要有 也只想要只是翻门之交而已 可能有的朋友 你们只想 进展到这一步 但是我要告诉你 恶魔的能量 你们如果进展到这一步 它会让你有一种 沉迷 沉迷的一个能量场 你可能会对这个人沉迷 或者是对 跟这个人的亲密关系沉迷 而 会让你变得开始思虑不清 对他迷恋 然后 对他 过度的想象 幻想 或者是期待 他有其他 对你更进一步的关怀 或者是 深入这个关系 所以 所以你们可能之后会 感受到一种比较禁锢的能量场 被 被套牢在 被 就是 一般的韦特塔罗牌的恶魔牌是 一对恋人被 可以 脚疗 还有手铐靠住 但是他们是可以挣脱 他们 他们是被 恶魔迷惑 而愿意在那边被靠住 所以 这是你们如果主动 可能会 进入的一个能量场 会有一点 沉 沉溺在这个 情欲里面 可能 好 那第三章是 保健皇后 政委 你们 到了一定的程度 会开始 思考 思考清楚 你 会开始变成 保健皇后 或者是对方 是保健皇后 而让你也进一步的 去 思考这段关系 造谣的唏嘘 因为你们会变得很 你们想要公正 想要清晰的思考 想要 对这段关系 做出最棒的处置 那这一章是 保健三逆类 也就代表 你们最终可能会 不一定会在一起 甚至可能会分开 那这只是一个 迟来的 伤痛 你们其实应该要 早就 做出这个决断 一个讯息是说 你们可能心里 已经有准备好 可能会 受伤 所以到最后 你们分离的时候 你可能就 没这么痛 这是一个讯息 因为这是已经 你准备好 准备很久 面对的伤痛 所以可能感觉 没那么痛 第二个讯息是 你 你在这整个过程 其实有一种痛 那你一直去掩饰 去压抑它 不愿意去面对 但是最后这段关系 还是会让你 必须去面对 这种 没有办法跟这个人 在一起 成立一个健康的 浪漫关系的 一个伤痛 底牌是圣杯舞的逆味 也就是说你们 其实内心很希望 不要错失这个机会 跟它在一起的机会 你就是还蛮想要主动 去让它跟你 有更深刻的连结 或更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你不想要 之后后悔 那这一章也是讲说 你们就算主动之后 经历了这一段里程 你们还是 不用担心 你们的保健 是会拔出来 你们算是蛮成熟的人 所以你们会让自己脱离 这个伤心的状态 然后面对这个伤痛释怀 你们会疗异自己 那这张牌很美 因为它叫做Jump in 其实宇宙并没有阻止你去 做这个选择 你们可以跳入 这个决定 你们可以主动 但是你们主动 跳入了这个 命运的洪流 你就会激起连漪 这个连漪 就会让这次湖水混乱 但是没有关系 在这个混乱里面 也是依然有它的节奏 那你就是让自己去享受 这一段旅程 从美满的 开心的到 之后面对 无法抵抗的分离 这一段旅程 这样的混乱 其实是一个很美的旅程 去享受这个过程 享受这个冒险 宇宙并没有阻止你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它有 其实有说say yes to the change 因为这段关系可能会改变你 一些对情感关系的态度 或者是对未来另一半的选择 就是会帮助你成长啊 应该是这样讲的 这是你人生的一个历程 经历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最后宇宙有什么建议要给你 好我先讲两张宇宙给你们的建议 这一张是moonflower 月之花 bloom even if no one is watching well 首先我要听的第一个讯息是说 你们是这个 月之花 可能也有鼓励你们可以 有的时候晚上出去 如果看得到月光 你们可以静在月光下 吸收一下这个阴性的能量 它会让你开出这个 洁净的莲花 会让你 清新 月光可能会让你冷静 想得比较清楚 另外 这张也是在讲 就算没有人在看 你也会开花 所以你并不需要那个全杖流 你不需要这个人的赞同好吗 你不需要他 他接受你 来让自己 被 觉得受到肯定 你不需要他 因为 不管你是独生 还是跟某个人在一起 有没有人在看 你都是一朵 月光下开出的莲花 是很美丽 很洁净 很优雅 那自然 经过的人 有幸 有幸的人经过 就会来欣赏你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就让自己开花成长 好吗 第二张 第二个建议 是 Wining Gibbers 哈哈 ok 他叫 Count Your Blessings 这张是 什么 颜色渐渐的暗了 快天黑了 OK Wining Gibbers 是 见亏突月 的意思 Count Your Blessing 数 应该是说 数 去数一下你的 恩赐 或者是说 去观察 你觉得幸运的地方 你得到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 Blessing 去感恩 去想 你现在身边有哪些东西 让他们 Count也可以讲说 要去 不能说赞许 承认他们的存在 他们是 Countable 要重视他们 要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也就是感恩的意思 因为你看这个女孩子 她双手核实 她其实在感恩 这个大自然 她让自己处在一个 很Humble 因为她是裸体 在月光下 是一个很 洁净 很 谦虚的一个状态下 感恩这个宇宙 所以你 你如果决定要 投入这个 跟这个人的连结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 Adventure 你要相信自己是 莲花 你要相信自己 你要用你的 如果你们是 印性能量强的人 不管是男生女生 在月光下去 补充 recharge 你的印性能量 让你这种柔性的能量 去面对这一段关系 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 跟这个人相处的快乐 在哪里就好 这是一个过程而已 这样看起来就是这个人是一个过客 你人生情感上 情感历练的一个过客 好 接下来有四张 这个人想要对你说什么 首先第一张 I wonder if you are happy without me 我很想知道 你没有我的时间 是否也快乐 那这边就 很妙啊 不过这也是双向性 他很想知道 在他不跟你联系 或者是他如果离开你了 你是否还快乐 那也有可能这个人是这个clown 也有可能这个人是 那个 搞笑派演员 某部分的朋友有可能是 因为他的好笑 然后 坠入爱河 然后想要跟他在一起 然后他就 但是你们没有办法长久在一起 因为各种民族 他就离开了 然后他想要知道 他没有在你身边 让你笑你还快乐吗 所以有点难过 那另外一个状态就是 如果你是这个喜剧演员 常常让他笑 那他很想知道 如果他没有跟你在一起了 你的这个 开心是否是真实的 你当初是因为他故意 展现很开心搞笑的样子吗 还是你没有他也是一样 可以这么开心 第二张 We both know I am not the one for you 所以 我们都知道 我不是那个 对的人 对你来说 他不是那个对的人 嗯 那这边就是我刚刚讲的 有些人可能真的是 旅行有中认识 有些人可能是 同事关系 客户关系 或者是有第三者 任何的原因 让他没有办法公开 这一段关系 跟恋情 那因为 你们双方都知道 你们没有办法 长久的走下去 第三张 I wish things could be different 那就很 就是连接这一张 他希望事情可以 有不同的发展 或者是一开始事情 不是这样子 那他可能会很希望 很希望你们不是远距 很希望你们不是客户 很希望你们的关系很单纯 可以发展 就是你们这一组 可能真的 你们中间有一些 原因 真的让你们没有办法 把关系晒在阳光下 或者是继续交往下去 所以他很希望事情是不同的 你们就可以交往下去 最后一张 I remember every detail of that day 我记得所有当天 发生的细节 所以他其实还蛮 庆幸遇上你 因为你可能真的 让他觉得很开心 然后 他一直都记得 这一天 有可能是你们第一次 见面的那一天 一拍即合的那一天 他一见到你的那一天 就让他印象深刻 那这一天也有可能是 你们第一次发生 亲密关系的那一天 让他印象深刻 记得每一个细节 你说过的话 每一个 亲密时刻的 的那个 过程 他都记得 很浪漫 有一种 有一种八点档 还是九点档 爱情剧的感觉 Oh sorry 我只是希望把气氛弄轻松一点 因为 在这个你们对方 想要跟你们讲的话 感觉有一点 难过 嗯 好 那我希望今天的毒牌 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让你们可以 比较确认知道自己 要什么 该怎么走 那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然后 也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毒牌 你们的按赞订阅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以及你们的互动 都会帮助这支影片 传播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非常感谢你们 然后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po每周的塔罗运势 以及其他组织的塔罗运势 接下来 因为这支影片出去以后 应该我们 YouTube订阅数 会超过3000 那我会在Instagram上面 举办一个抽奖活动 那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详情我会之后 再公布在YouTube上 跟Instagram上 如果大家 人数够多 我才能够办抽奖的活动 就是到时候会抽出一位 一个朋友 获得一个问题的免费购占 方法我之后会公布 非常谢谢你们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以及追踪我的Instagram 那 我们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PLE 是 我 在哪里 就 不 Rap 你 表